在过去的十年中,上海自贸区作为国家重点发展区域 在我们出入境便利政策的实施和复制推广中 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叫王杰华,是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外国人证件管理处的副科长 我们部门主要负责外国人在上海办理签证 居留许可和永久居留的相关业务 如果您有一个月的居留线 然后您可以收到7个工作日子的批证 大学毕业以后,我很喜欢上海的氛围 所以决定要留下来成为一名新的上海人 我记得那是在2013年的夏天 在同一年,上海自贸区成立了 所以可以说我是和上海自贸区一起成长的 你必须把中国电话放进去 你必须把中国电话放进去 刚刚来到单位的时候 我的第一印象就觉得 就是窗口工作非常的简单 也就是在窗口和申请人聊聊天 看一看搜的申请材料对不对 然后再打印回值 但其实坐下来我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情 想要成为一名好的签证官 需要有很好的耐心 同情心 同理心 谈话的技巧 以及一些专业的素养 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是9月份 很多外国学生和外籍员工也会选择在这个时候 来我们出境管理局办理签证证件 你看我们大厅现在有非常多的申请人 他们主要来办理的就是短期商务签证 还有旅游签证的一些延期 我们现在所在的窗口就是外国人工作居留单一窗口 这个最早是由自贸区在2016年的时候推出来的 那么随着我们单一窗口的推出 外国人只需要来到我们的窗口 在同时可以办理两个部门的这两项业务 那么我们的办证实现也是从原先的17个工作日 缩短到7个工作日 因为我们学校招聘的外籍老师会越来越多 所以说人数上去 我们每个人手头的负责的老师也会在网上走 有这个单一窗口的话我们整个时间就可控 而且我们来这边的次数也会相对少一点 我们一次就可以办很多很多证件 我一直在等一会儿 但是非常舒服 生活非常简单 跟俄罗马 东京是非常酷的 它是一个很美的 中文文化的中文文化 还有很多外国的饭饭 从餐厅里面去到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115是工程中文化 中文化的中文化 是製作 你还有工程中文化 是工程中文化 其实我们的工作不像大家想的一样 可能一直都是坐在窗口后面 我们平时也会对于一些有需要的企业 或者在外国员工比较集中的一些公司和高校 我们也会上门走访 那么对于他们员工有办理签证 我们也会面对面解释一下我们的政策 Good afternoon Mr.Achelle Nice to meet you I'm glad to meet you to see you today here in UIS I just received the news two days ago that the authorities also in Beijing finally approved I was very happy And believe me when I have the card in my hand I will celebrate Permanent Residence Card is going to have a new version And with the new version I think the use of the cards will be even more convenient After you got the permanent residence card You no longer need to apply for the work permit At the foreign expert bureau You can work freely as a Chinese nationals Perfect English Yeah so good explanation So as I said from the beginning From the standard application process Information And actually guiding us It's very nice It helps Yes By the way we have this official WeChat account And here The documents required for foreigners visas Residence permits Permanent Residence And we have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versions You can check which category you can fit into And it's super nice They come here and introduce this face to face to us It's something special It makes me feel special In the past few months In the support of the Australian移民管理局 We've also in the sup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puesta In the support of the��게요 For introduced in the damage al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urologically The economicization of the economicization In the past few months In the유IC核 building In the success of the business Scream and the active personnel In th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support of the culture In the past few months In the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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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期一年的居留许可 到慢慢地办理了长期居留许可 再到后来 他们可能有些高管 也申请了永久居留 我觉得也是自贸区 这十年发展的一个缩影 金桥碧云社区 是在上海很有名的国际社区 我们在金桥碧云 也设立了境外人员服务站 为外国人提供社区融合的服务 是一种不同的物质 它是两个人一起的 两个人一起成为一种不同的物质 这不是第一次我们做了一个文化 但我们做了第一次外面 我们会有很多人来做的 他们也有狼狼 而且是在核子 所以我们爱来的活动 这地方是一定的旅客人 有很多的餐廳 咖啡店和咖啡店 是关注的旅客 还有很多的学校是在这里 我走到他们的学校在天 因为我忙着学校的工作 所以市场的走势很棒 我喜欢它 我们有大厨房子 你可以去游泳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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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以来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第一次收到申请人的感谢信的时候 那次我记得是我帮一个新加坡的年纪比较大的老先生 他来上海旅游 不小心丢失了护照 但他因为又对上海比较陌生 也不知道怎么可以补办护照 怎么可以补办签证 那么在我们的帮助下 他顺利办好了回国的签证 也赶上了回国的旁班 在我收到他感谢信的时候 我的内心也感到由衷的开心 在未来 我相信自贸区也会越来越成功 我也相信在自贸区的我们的设外环境 也会越来越开放 越来越便利